现在的终日关系 算是到了自1972年建造以来最差的时候 用彼此相看声艳可能都是清党 说不好听点 差不多就是相互间连谈一下的兴趣都没有 接下来一番斗争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终日关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对于这个问题 从中国角度是说不明白的 毕竟你说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也好 说兔子习惯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也罢 反正在中国崛起的逻辑里 一直是避免直接正面冲突的 何况在中美博弈这种大背景下 作为相对弱势方的中国 主观上肯定也不愿意把太多资源 消耗在日本这种对手身上 只不过中国的崛起 势必对地缘环境乃至经济环境 造成巨大影响 日本作为中日关系中的绝对弱势方 即便中国本身不想主动招惹它 它也势必要为自己的生存空间疏似一搏 所以在具体行动层面 日本肯定是要先出手的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选择在现在这个阶段开始动作 这可以从威和机两个层面来解释 首先我们说威 日本之所以会全方位开启对华敌对 其实也是因为局势已经发展到再不动手 就来不及了的地步 首先中国经济的创新升级 已经到了日本产业支柱 即将被吞噬的地步 我们在喊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时 通常把目标对准美国 但实际上对中国创新升级最直接威胁的还不是美国 毕竟美国科技站在产业链条的最尖端 中国的发展一时半会儿 其实还够不到它 中国这套玩法至于美国的威胁 主要体现在宏观和整体层面 也就是国力发展后 对美国霸权体系的威胁 但在直接的经济产业层面 最直接感受到中国科创升级威胁的 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中那些中高端工业国 比如欧洲日韩什么的 尤其是日韩 中国已经在诸多产业中 取代了他们原先的市场份额 现在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 中国的这一轮升级 已经直接对日本最后的经济产业支柱 汽车业造成了根本性冲击 如果再不折腾点乱子 按着正常市场经济轨道发展下去 不出十年 日系汽车产业链几乎就要补诺基亚后尘 这是日本完全无法接受的 正常的经济竞争已经肉眼可见的无法遏制中国 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行动 通过挑起中日对抗 推动新冷战和东亚动荡 力求在全球范围内孤立中国 这样才能为自己争取时间和市场空间 而此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也加重了日本的危机感 日本现在经济前景非常不妙 去年人均GDP已经跌到了三次头 国际贸易也出现逆差 这对靠出口为生的日本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在美国的疯狂收割下 多年稳定的日战也开始出现崩溃迹象 一旦真的变为现实 日本经济将遭遇史诗级崩盘 这些其实如果深究的话 都跟中国脱不开关系 最直接的 中国的不配合使得美国无法完成全球收割 这一轮 美国加息高潮已过 针对新兴国家的收割成果全寥寥无几 当韭菜割不动时只好割队友的 欧洲就因此到了大霉 而日本作为美国控制最深的盟友 处境也不会比欧洲好哪去 而渐渐的说 由于中国的崛起 这一次全球工业国和资源国难得的 在反收割方面默契配合 这不仅加剧了美国收割的难度 使得它不得不向盟友开刀 更重要的是 这使得日本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 欧派克资源国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工业国的战略合作 逐渐加深 意味着一个游离于美系全球化之外的经济体系 出路出行 一旦其成了气候 日本这个经济体系深度嵌入美国系统 政治上又作为美国附庸的出口型经济体 就会丧失巨大的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 日本是典型的两头在外的海外型经济体 它不仅要靠出口海外维持工业体系 资源原材料也高度依赖海外进口 资源国跟中国配合度提升 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本身的能源供应会有麻烦 而且还意味着使用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会被削弱 而且现在美国在一轮百年变局中触见不妙 如果这一轮美国收购失败 美元的信用和货币地位更是难逃使世纪划破 这个看上去跟日本没有这些关系 但实际上对日本而言是很致命的 能源乃至于大宗商品 之所以在过去长年被压制在低位 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乃至美元的强势 美国既要滥发美元 全球收住币税 又要维护美元信用 所以必须压制通胀 而美国要做到这些 除了靠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工业效能不断升级 给世界提供廉价工业品之外 压制黄金 能源 有色金属等等 这些硬铜货价格也是必须 大宗商品价格被占为压制 有利于工业生产国 尤其是日本 这种完全依赖海外资源供应的工业生产国 一旦未来美国衰落 美元信用坍塌 中国反正可以凭借与资源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以及崛起的人民币信用来搞定 深度绑定美国和美元的日本经济 那可就惨了 搞不到足够的能源 就算搞到了 也是不稳定而且高价 本就以风雨飘摇的日本工业竞争力 其前景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 经济层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大加重了美国和美元的危机 而美国和美元的危机 又对政治经济深度依附于美的日本 产生了更大影响 毕竟美国皮糙肉厚 又站在食物链顶端 他下一房 虽然损失惨重 但也不至于他死 但日本很有可能就此彻底沉沦 而政治上也同样如此 时至今日 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 将破未破的临界点 一旦突破这个临界点 美国将彻底丧失 遏制中国的能力 而此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及夹杂在其中的 这一轮中美博弈 如果最后以终受美副为中举 那将大大加速 这种转变的进程 如果美国都丧失了 彻底遏制中国的能力 本就是美国马仔 而且变局中 也会跟着美国陌路 甚至摔得更惨的日本 未来又还有什么资本 跟中国叫板 日本作为反华前沿堡垒 作为中国产业升级 下一步吞噬的对象 一旦大变局和这一轮中美博弈 以这种结局落幕 日本的前景将更加黯淡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这场变局 就是日本遏制中国的 最后一个时间窗口 它必须要放开手脚 全力一搏 这是从威的角度来说的 而从基的角度 日本选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候 开始搞事 也是一个难得的战略契机 首先 有利于日本挣脱美国套在自己头上的枷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日本之所以积极繁华 除了本身对中国决戏的恐惧外 也有利用中美博弈 摆脱美国前置的原因 现在中国将其位置 美国将乐位落 正是美国焦虑的时候 又赶上百年大变局 这场变局的结果对中美格局意义重大 平平美国现在又没有太大信心 日本在这时候挺身而出 某种程度上也是替美国扛枪冲锋 美国正好置身事外 这样既达到了位置中国的效果 又可以避免自己身陷其中 这非常符合目前的战略需要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最近大力增强关岛的部署 将西太平洋主要军事力量 从第一岛链逐渐退往第二岛链 尤其是近日将25%的冲绳驻军 撤往关岛 日本为此还主动掏了30亿美元的建设费 这种军事力量后撤 对美国来说是根据形势所做的战略调整 而对日本来说就是前置程度降低 同时百年大变局的结果 直接决定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世界格局 所以这种关键时刻 各方博弈的欲望和动能也是最强的 这个时候日本挑适 能够得到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的充分支持 如果拖到变局结束 新的平衡形成 日本再来告示 那就是打破平衡 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这时候大家的顾虑就比较多 未必会支持日本放开手脚 而且现在日本出头 也能增强其抵御美国收割时的筹码 前面说过 这一次全球收割对美国至关重要 但现在加息一国高潮 美国的收割却并不如人意 作为主要目标的新兴国家中的资源国和工业国 还都好好的 搞得美国只好死到有不死平荡 拿自己盟友动手 如果这种趋势进行下去 日本作为盟友中最肥 又被美国控制的最死的小弟 最后肯定是要被美国拿来横宅的 而日本又不能直接跟美国硬扛 这种情况下通过搅乱东亚局势 放大中国乃至东南亚的风险 为美国收割他们创造更好条件 如果接下来美国能更方便 更充分的收割他们 就不会光盯着日本不放 这就达到了货水吸引货水难饮的目的 日本的这种做法也变相的 让自己获得了一张与美国做交易的筹码 毕竟对美国来说 能收割中国 收割新兴国家 那肯定比收割自己盟友 搞美系阵营自残要好 当然 如果割不动新兴国家 那只好死到有不死平道 但日本现在主动跳出来 为他创造条件铺路 那作为日本主动出力的交换 美国的镰刀 确实可以从日本头上挪开一些 所以日本此举 也算是富贵险中求 用充当打手为条件 获得跟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 如果他的工作取得了效果 那确实可以换得 美国主资某种程度上的放过 最后 百年大变局不光决定下一个历史阶段 世界政治格局 同样决定经济格局 在这个风云激荡 中美博弈计划的历史节点 通过自己的权力入局 不仅可以破坏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轨迹 可以东西方关系 更往恶律的方向发展 只要中国经济被破坏一分 中国升级创新的动能 就会被削弱一分 只要中美关系更差一分 下一个历史阶段 中国制造在美国 乃至全球市场的生存空间 就会更狭窄一分 日本这个外向型经济体 在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市场生存空间 就可以更广阔一分 总而言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各方力量博弈的一个历史宝典 也是决定下一个历史阶段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节点 对日本来说 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 留给它的时间都已经不多 还可以说是日本最后的一个战略奇迹 现在的日本已经丧失了 凭自己坚固奋斗向上突破 来振兴国运的能力 所以只能跟美国一样 靠打压对手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空间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 虽然当下的日本 在这场大变局中的处境也十分不妙 但考虑到如果错开这个时间节点 日本再想扼杀中国更加困难 所以这个节骨眼 哪怕拼着两败俱伤 拼着输光一无所有 他也要拿出全部身家赌一把国运 毕竟对日本这种小姐心压缓命的国家来说 除了还国兴费再次一举 也实在没有别的什么逆天改命的办法了 那么对日本既甲武战争和清华战争后 又一次在中国身上赌国运 咱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当然轻视肯定是不行的 毕竟日本不是菲律宾越南这些小蚂蚱 也不是印度这种外强中干 色力内忍的驴分担子 人家还是上得了台面 也能折腾出动静的 但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衰退晚清 更不是混乱的民国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粉碎日本阴谋 只不过虽然无惧日本 但也没必要跟他太多纠缠 毕竟说到底 现在的日本根本就不配成为中国的对手 我们的真正对手是牵着日本狗绳子的主人 所以这场中日博弈的关键 并不在意锤子日本 而是要用最小的代价把它摁住